在校外,只要透過連線設定 就可以很方便地遠距瀏覽這些資料 甚至連研究所徵選的考古題 都可以在線上找到並下載考題喔 除了大量的易化資源 圖書館還有一個非常方便的館藏查詢系統 任何人不論在館內館外 都可以透過網路查詢本館的各項館藏狀況 讀者可透過本系統瀏覽書評 甚至公開自己的心得和其他讀者交流 另外還有一個相當方便的服務 那就是電子書架標示功能 讀者只要輕鬆輸入自己想查找的館藏名稱 電腦就會為您找查館藏的位置 節省您在茫茫書海中找尋資料的時間 以更有效率的方式找到您想要的資料 為了更便利校內師生 您與圖書館的任何記錄都可以透過個人 借約記錄系統來查詢 如借約資料、預約資料、線上辦理續界、建構記錄、研討室預約 圖書館透過個人系統和電子郵件的通知 達成快速、方便的個人化服務 本則方便讀者學習的精神 圖書館除了購買或研發剛剛說的許多系統之外 還有本校自行研發的隨選試訊系統 透過這個系統 不論在家或是在圖書館 本校教職員生經過身份認證後都可以線上收看影音資料 內容包含人文、財經及語言學習等多種內容 提供最方便的遠距學習方式 推動異化、不遺疑的圖書館 在一樓也設置了數位學習區 提供多部電腦、影印機、彩色印表機及掃描機等設備 另外各樓層也設置了許多站立式電腦 方便讀者使用網路查詢各項資料 我覺得需要圖書館這是很方便 只要有一張影印卡在手 然後不管你是要影印、列印 或者是你要掃描你的資料或報告 都非常的方便 數位學習區非常適用 也相當熱門 每次來到這邊你不一定會有位置 不過只要你是原製的師生 帶著你自己的筆電還有無線網卡 經過身份認證 你一樣可以在這邊無線上網哦 我預約研討室的時間到了 現在就拿著學生證到櫃台跟同學會合吧 只要是原製的教旨原生、校友、圖書館只有 可憑證來櫃台辦理圖書或史聽資料的借閱 不過像參考書、報紙、期刊、主題專區圖書、教授指定用書、光碟資料庫等 就以館內閱覽為主 提供外界服務 若這些館藏資料無法滿足讀者的需求 圖書館還有提供館際合作及跨校借書證的服務 規環館藏資料時 圖書館大門右側 設有貼心的環書箱 提供24小時規環圖書之用 讀者可將圖書和書後附件投入即可完成規環動作 但大型圖書、視聽資料 與館際互借圖書 就需要清零櫃台辦理規環手續了 另一邊的參考諮詢櫃台 負責回答讀者由電話、名櫃、電子郵件 或顧客服務系統所提出的問題 並指導讀者利用各種資源 方便讀者了解及使用圖書館的一切 圖書館的三個樓層都有研討室 可以方便學生開會討論 一樓的研討室還加裝有數位設備 可以使用 每到期中或期末都非常搶手 同樣的也可以利用網路預約 省去排隊的麻煩喔 為了讓讀者充分了解 並有效使用圖書館的各項資源 圖書館會不定期舉辦資訊利用講習導覽 以班級為單位或採個別報名 歷年的圖書館導覽、資訊查找 資料庫講習等課程 都已經整合成線上教材 可於數位學習網瀏覽學習 其實許多使用上的困難 都可以在數位學習網迎刃而解喔 我們學到的圖書館真的很不錯 就是不定期會舉辦一些主題活動 像是主題書選 然後還有每週書選這樣子 然後還有就是愛讀書活動 然後還有就是借書紀錄 就是最高的人還可以拿到禮券 如果想要撿便宜的同學就儘管來借書吧 在圓制校園內 圖書館積極地提供了多元化的服務 讓圖書館本身被使用的機會大大提升 各項服務緊密地聯繫著 圓制師生的生活 充實了讀者的精神層面 讓大家可以自由徜徉在知識之海 在這裡我們希望每個人都可以找到自己的精神時尚 MING PAO CANADA //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